因為為什麼女生這麼在意關係 因為女生呢 我們身體裡面會分明一種 叫所謂的社交荷爾蒙 社交荷爾蒙就是一種關係的連結 尤其是在進入青春期之後 因為這個荷爾蒙的作用 會讓我們大腦裡面 去產生一些關係性這樣子 那男生有沒有這種社交荷爾蒙 有 那男生如果呢 依照我們在實驗動物上面發現 如果男生這個社交荷爾蒙 產生了一些不變化的話 它就很容易造成多P的現象 這樣子 就劈腿 所以劈腿是跟神經 跟心理都有關 是跟我們一些基因的接受器 如果它產生一些 不正常的變異性 它就會有這樣子劈腿的特徵 那以後可不可能出現一種飾紙 就是讓這個男的甜甜看 看他是不是一個劈腿成績 現在科學家正在做嗎 在田鼠上面 那都你玩啦 這麼假的 前菜都還沒吃 那嘴巴一直張開 直接就再見了那頭 劈腿跟基因有關喔 當然啦 因為這個已經是在 我們夏氏秋所分泌的基因裡面 我們看到 現在我們是在實驗動物上面 看到有這樣的證據 好 今天其實兩位醫師 也帶來了一個圖表 要告訴我們喔 輔助讓我們多了解一下 純膠跟智靈啦 對 這個是... 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其實就是在表現出 女性呢 因為在大腦荷爾蒙的一些作用 就是剛剛主任一開始回到 主任講的那個 平肢體嘛 那平肢體可以把我們的語言 我們的理性和感性的大腦 做一個連結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個女性因為平肢體 作用速度很快 所以她會抓住不同的訊息 表現出來的就這樣 情感上面這種表現 很千變萬化 但是男生呢 因為平肢體呢 比較薄又小又比較短 所以你會發現她在說話 跟表情上面 她沒辦法做連結 感覺出來就是 好像千篇一律的表情 下面真的真的好像我老公喔 真的假的 要表情啊 女生不瞭解男人的還有什麼呢 女生不瞭解男生的是 為什麼老是在吹噓咧 我想要請問女大生 男生在吹噓哪一點 妳就聽不下去 萌萌 就曾經說自己是校草啊 或者是有幾百萬人 幾百萬個女生在倒追她 然後追到連校外啊什麼 整個區域的人都認識她 是瑞士 那溫妮那個是 就是他們可能會 常常會說就是 就是朋友之間 溫妮跟蘿莉塔又寫一樣耶 又寫一樣大咖朋友 是不是 對啊 就是吹噓說 譬如說 我告訴你我認識Ken哥 我認識Nado哥 那又怎樣 不是 不是 他們又不是大咖 我的意思是說他們兩個怎樣 我的意思是說 你認識但是那又怎樣 你又不是他們 有沒有這種很糗的經驗 就是在女朋友面前 吹噓就破功的 有沒有 都不會講啦 不會承認的啦 都沒在說耶 都沒有… 然後我們問醫生好啦 女生有沒有被抓刀割 不是啦 男生為什麼喜歡吹噓 所以我們常常教女生 你如果現在有事求男生 你只要這幾個詞 都就可以了 就跟他說 你好棒喔 你好行喔 然後要不然就說 你真的魅力好夠 我說被你感動了 這一些 你要叫他去做什麼事他都願意 他說為什麼 因為男人喔 因為那個我們叫做 男性荷爾蒙 叫做搞不同的東西 導致男人呢 他就很喜歡要跟人家比 很競爭 然後在競爭中求的時候 但是最希望就是說 要讓人家覺得他很型 各方面都有型 這個楊醫師在無形中都傳授 大家一些 遇膚術 遇難術 要學起來喔 好 溫迪老師帶了很多圖片 要來跟我們分析一下 是 對 我們女孩子遇到壓力 所以我們會發現 她有幾個比較重要的行為 就會開始外顯出來這樣子 通常男生和女生 在遭受壓力不同的時候 以女生來講 很簡單兩個解決方法 第一個 注意看喔 這邊有一個雪拼區 還有承諾 承諾其實就跟說話 事實上是有關聯的 也就是說 當女生在遭受壓力的時候 她會用兩個解決方式 第一個找她的馬跡 一直不停地說 這樣子 對 那第二個呢 她可能 如果找不到人說 她就要去購物了這樣子 那這種購物人家常常講說 那購物的話會不會有時間 其實我可以教你們 很簡單做個觀察 女孩子再來月經第一天 第一天 然後呢 如果以第一天計算 你往後推的兩個禮拜 也就第十四天 你就開始注意 因為我們通常呢 在第十四天之後 就進到了排卵的階段 排卵之後呢 我們那種壓力 開始就會起來了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進入到所謂的雪拼區 也就是這時候 你如果遭受到壓力的時候 你會想要去買東西 這樣子 就把自己的週期算算 剛好都合適那些打折的時候 多好 對不對 就把週期算出來 這我要提醒男生喔 所以你要注意到女孩子呢 其實她的生理週期 跟她情緒的波動是有關係的 應該說男生這時候 如果陪你的女朋友 自己口袋要放錢要多一點 因為她會拚得不得了 那邊還有好多 什麼衣服鞋子區 優柔寡 對 還有巧克力中心耶 對啊 還有醋痰子神經中心 對… 那醋痰子神經中心 其實就是我們 比較原始大腦的那一部分 男生會不會看到 性 追求刺激和性 你看性那個這麼大塊 對 大腦結構上面 其實很簡單 為什麼我們特別標示出來 在大腦上面 如果你的功能越強 範圍面積會越大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男生想到的是什麼 也就是剛剛左燕一開始提到 男生52秒會想到跟性有關的 性跟運動體育是連在一起的 你怎麼都看到好的 我都看到 你看 我覺得好精采喔 你看 放屁製造區 電視跟遙控器上癮 躲避私人問題 爛藉口限定 胯下抓養神經耶 為什麼男生都亂著 等一下… 危險了啦 這是妳自己創造的吧 還有尿尿對準細胞 只有那麼一小點 這是藥果 輪斷 還有沒有看到那個 到冰箱找東西 有半夜 有半夜聽聞小孩 哭叫聲神經元 只有一點 根本就還沒發出 情拼神經元也只有一個點 對啊 真的假的 這是亂寫的 然後我們有放屁製造區 女生是有人放屁偵測 對 怎麼會這樣 真的嗎 這樣才叫絕配啊 兩位不是在呼嚨大家的嗎 這真的是這樣子嗎 這個是從英國 對 這個是我們英國倫敦的 腦研究中心它 我們只是把它顏色稍微標示出來 讓你們知道說 男女的大不同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看 這個外出約會的時候 互相之間有什麼不懂的地方 男不懂女 出門怕累 要我在逛街不累 走超快啊 來 請問一下男大生 逛街約會的時候 女生還有哪一些點 你覺得好煩喔 小柯 就是他們自己通常心裡 都會有很多想法 譬如說這兩件洋裝 哪一件好看 哪一件不好看 但他就是一直沒有辦法 做出決定 然後就要一直問男生說 你覺得這兩件哪一件 比較好看 然後可是他就是 他明明可能心裡一個想法 可是他又沒辦法 就很下定 那我就要這一件 然後就一直要問男生 譬如說他又看到 另外一個新的 然後就說那你覺得這個怎麼樣 真的 然後男生明明其實心裡 可能已經覺得有點累很煩 然後就想說 好 你想要來逛街 我就陪你逛 然後他就要一直問一隻問 然後最後就有點這樣 這件... 就會有點受不了 請問一下女生為什麼會有 像小柯剛剛那個 一直問...為什麼呢 這個Kiki 就是...就是有時候其實 就是你還是會想要 男生給你意見啊 因為你怕... 就是你不知道這件事情 到底好不好看 就是還是想要 用男生的眼光來看 因為男生跟女生眼光不一樣 所以你就會想要 聽到男生的意見到底是什麼 所以就會想要給他們一點 給我們一點意見 可是裴帥也有話要說了 可是重點是你們很多時候 給你們一件玩的時候 你們沒有買我們給的那一件啊 對... 沒有錯 他還是覺得自己的眼光比較好看 我跟你講 這個時候真的要問這個專家 Wendy就是說 為什麼女生真的 一天到晚都愛問男生 比如說買什麼衣服 或哪個意見 然後他們真的 這麼相信男生的品味嗎 大學生了沒 對...